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8月初美国债信的平等被标准普洱机构降级 少了一个A之后 各国的股市至今仍然喋喋不休 仿佛又回到了三年前金融海啸的恐慌当中 黄金冲破1700美元 股票投资人却是赔得哀哀叫 这次的债信风暴来得又快又猛 到底会持续多久 而美国和欧洲相继出包之后 世界的经济会不会二次衰退 台湾无薪假苦日子是否会卷土重来 更重要的是台股今年还有高点可期吗 好我在想 其实不管您是不是股市的投资人 那当然了在台湾的股市投资人的还在那数量还是非常大的 我倒觉得说呢 其实对于全球的整个经济的展望 我们是需要不断的去学习了 所以今天呢我就想说我们共同来上一场昂贵的课 这个昂贵的课里面呢 我们就是希望以后我们是不是可以付出比较少的代价 来欢迎四位来宾 第一位呢是经济评论学者马凯教授您好 你好 各位观众好 第二位呢是国际投资专家胡林阳胡老师您好 春华好大家好 第三位是理财杂志的顾问林奇芬您顾问您好 春华好大家好 那么第四位呢是投资公司董事长 朱成志 朱董事长你好 朱成好大家好 好 这个我说啊 我自己也在学习当中 因为过去这一个礼拜啊 真的是我的天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结果后来呢 我相信很多这个民众啊 也开始不断的去各种报章杂志 去翻阅一些答案 对不对 结果后来发现呢 好像那个元凶啊 叫做什么 标普的一个将美债的这个信品啊 调降一等 结果就让全球的股市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 请马凯老师先说明一下 这个标普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重大的影响力 而调降每在一个等级 又代表了什么意义 我想首先做两个补充 第一个就是 您刚说这是一个非常昂贵的课程 是 因为每一位股民可能损失 这个数以万计的这个财产 对 但是我觉得也许最后可能会发现 并不昂贵 哦 怎么说呢 因为掉下去 不是 掉下去的指数都会回来 您觉得掉下去的指数都会回来 那您这一开始就给大家提振一下士气了 是这个意思吗 事实上我大概是全台湾最大胆的人 在黑色星期五的后面一天 对 我在电上公开说 我认为股市马上就要止跌 在星期五的时候 应该立刻互盘 在星期六的时候 所以可以证明就是 我的看法应该没有太离谱 您指的是在一个礼拜之前 对不对 对 在一个礼拜之前的那个星期六 您认为说其实政府应该互盘 而且这个指数会回过来 可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这个 这个最近的一个收盘日 股市是跌了大概几点 八十几点 今天是跌八十几点 八十二点 对不对 所以它是收在七千多点 七千六百多点 七千六百多点 那马老师您觉得这个这个数字 已经回来了吗 还在继续往上升 还啊 我认为是一定会回来 另外一个补充就是 这次造成这个股灾的元凶 其实不是标准普尔 是美国的国会 为了要不要提高举在上限 双方在恶斗 是 而这个恶斗到最后呢 达成了协议 是达成协议之后 才引发了股灾 对 因为达成协议之后呢 就有很多人就说 因为协议的一个重要的结论 是美国在十年之内 要削减政府的这个赤字 是 二点一兆美元 对 所以马上就有所谓 二次衰退之说 就开始就铺天盖地而来 所以是那个说法 引发了全球股灾 而标准普尔呢 是在事情发生之后 对 快要平息的时候呢 他又落井下石 他又扶上一记 对 所以他其实不是元凶 他只是帮凶而已 但是从一开始 我就认为整个这个世界呢 是空穴来风 根本不足为虑 他只是在大家内心都有 瑜伽油存的时候 他又闪祸出一些恐惧的气氛 对 所以完全是恐慌所造成 所以这种恐慌所造成的这个股市的波动 你根本不需要担心它 因为它恐慌过了就好转 就造成这么大的一波这个股灾的话 我想很多的股民心里面可能觉得心有胃肝 让我来做一点小小的补充 用一些大家比较听得懂的语言 我们这样讲好了 在白雪公主的故事里头 有一个坏心的皇后 对 她每天要面对那个魔镜 问她说 魔镜啊魔镜 谁是全世界最美的女人 过去那个魔镜都告诉她 皇后啊就是您 您就是最美的女人 是 皇后就脸上开始微笑 心情就很好 对 有一天她问了魔镜 魔镜啊魔镜 谁是全世界最美的 她说啊 您现在的抬头文多了三条 我要降你一个等级 那个美国的电影 你不是最美的 现在这个电影叫做美国队长 美国队长是个漫画人物 她头上有个A 就是那个A啊 因为她一眼掉下来了 少掉一个A 那对那个皇后来讲 她心里头非常受打击 她从此开始 她的眼泪也流下来了 她各方面也变了 但世界真的因此而改变吗 没有 我觉得这件事情 基本上她就是恐慌 目的没有那么伟大 标普 目的还没有把她调降了 陆续啊 之前 中国大陆的平等公司叫大工 大工之前两三个礼拜就已经把美国降到只剩下A 但是为什么没人理她呢 因为她是中国 所以我就说 标普为什么这么神通广大 影响这么大 对 美国人每天看的就是那个魔镜 标普是美国的魔镜 对 他们已经习惯了 这一天 标普不再跟她说 你是全世界最美的时候 对 美国人就受不了了 从有史以来 嗯哼 标普只有说 对 他就是AAA 对 从来都是如此 嗯哼 那你说标普这个魔镜 它也是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我相信我们全世界有三个A的国家有一缸子 是 你都会很怀疑那些国家有那个资格吗 嗯哼 比方说最近市场上要在谣言 又在说法国 法国也有 也可能会少掉一个A 对 所以因为这个消息 有人还说下一个应该是英国呢 也要把它调降 对啊 每个人都在说啊 所以这个问题就来了 对 所以大家心里头要有准备 嗯哼 就是说这个市场上面 的的确确 很多平等公司 不是问题 不是它造成的 嗯哼 它只是帮助你踹下去 我先听一下这个胡老师 跟这个我们林顾问 您觉得这一次啊 标普调降这个美在性的平等 到底有没有道理 一句话就好 我觉得一定是有道理 有道理 那胡老师就有没有道理 我们从实物经验上来看 这个这个这个调降 没有什么 没什么大不了吗 没有像股市要跌成一千点 像我们台湾股市 那那不就冤枉了吗 对对对 如果这四位老师都认为说 事实上不需要做 如此的过度反应 好 我来补一句话 请请等一等 因为我要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讨论 这次为什么会造成的 全球的这个股灾 那么标普调降的 美国再信的平等 从3A来调降到这个2A 到底它的影响会有多大 调的有没有道理 有人说它是落井下石 不过有人说 它非常的有盖子 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马上回来调降面对面